起初我也抱著對台劇既懷疑又害怕受傷害的心情點開 無神之地不下雨 畢竟看過鬼怪滅亡對人神戀故事已經有大概期望中的模樣 更害怕的是台劇籠罩在韓劇的陰影之下 但這次有想見你的編劇簡祈峰 吸收兩位新人編劇陳雲佳蘇冠真 與指導過靈異皆是一號的洪子蓬導演合作 看完四集我可以說他們創造出了屬於台灣的人神戀電視劇 大家好我是祖寧 無神之地不下雨 取材自阿美族梵靈神化來建構架空的世界觀 故事講說因為環境問題眾人選擇不再祝福這片土地 隨著最後一場雨的到來 眾神們也離開了他們深愛的人間 先以故事呈現來說 你可能不能期待每個場面都是美景 因為無神的本質其實在關懷土地 編導選擇真實地去呈現現代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所以首集就會看見垃圾堆、髒亂的街頭、工廠廢煙等等的場面 雖然是人神戀故事 但實際上在探討人類與環境的關係 劇情起初人類越來越文明 有越來越多的選擇 漸漸遺忘了根本 遺忘了是神們孕育了人類文化 因此呈現出人類遺忘了神 所以其實在無神當中 神是環境的化身 而人不在即的神 也象徵著人不在關懷土地 沒有信仰也就沒有關懷 因此可以看見故事真正開場之後 第一個登場的神靈是Laga 由衷心靈飾演 身上布滿了白斑 隱喻著白畫的珊瑚 雖然劇組以真實的手法 呈現世界的樣貌 但無神仍然有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奇幻美學 以阿美族的梵琳神話為基底 女主角出身部落 有個身為祭師的奶奶 正因為這樣特殊的出身 搭配原住民口耳相傳的傳說 建構出了獨一無二的梵琳奇幻世界觀 而眾神們所使用的語言更是阿美族語 讓這個人神之間的距離更加拉開 無形間形塑出地位超然的眾神們 我剛剛一直提到眾神 也就代表著這個故事裡面 就會和西亞神話一樣 讓他有著各式各樣的神靈 以萬物皆有靈為概念 神靈們是以阿美族語被稱為Gawas 男主角有出演過電影 我沒有談到那場戀愛的父母博出演 飾演語之神被稱為Ola 是造物主Gagalaya在人世間的代行者 也因為如此 他的存在對其他眾神們來說是很特別的 身為神靈的他們有著各式各樣的特殊能力 Ola就擁有了掌控雨水的能力 但也由於是Gagalaya的代行者 他只要閉上眼睛 就可以看見時光倒影 預知未來 女主角則是由曾知曉飾演 名為謝天地 由於很早就接觸了Gawas 甚至因為Ola的默默幫助 而對神靈的奇蹟 深信不疑 非常迷心 但天地卻有一個難以對他人說出口的家庭背景 小時候與住在部落的奶奶一起生活 卻在無預警的情況下被送養了 奶奶仍然在部落服務 卻告訴天地說這裡已經不是她的家 因此天地在寄養家庭裡生活卻失去了對家的信任 這讓她更像是扶貧一樣漂浮在外 天地有別於一般人神戀故事的女主角 無論是韓劇鬼怪還是滅亡 女主角對於男主角的存在起初都不可自信 會出現大量的曲性橋段也是未曲性觀眾 雖然不能說無神完全沒有 但正因為天地的性格差異反而產生了很有趣的奇幻魅力 除了剛剛提及的珊瑚與之神之外 劇中已經登場還有曾出演過《想見你》的顏玉琳 這次飾演的是《智慧之神》 哇 骨子留起來自信的feel就飄出來了 《智慧之神》的妻子是梳里之神 由郭樹曜出演 還有由鄭元昌飾演的《風之神》 由顏志然出演的《律笑影之神》 以及陳昊森飾演的《溪流之神》 最後當然要提的就是 由柯家燕飾演的《雲霧之神》 這個角色在前四集的表現中相當的突出 是目前前面四集讓我覺得最有興趣 也覺得最有潛力的角色 那在劇中經常被其他神靈稱為雲霧之神 但雲霧卻被偶拉稱為惡靈 而他也是最後一場雨之後 少說有留下來的存在 但他究竟是雲霧還是惡靈 目前看不出一個結論 但可以知道的是 他的力量依然強大 他可以看穿人心與慾望 猶如雲霧一般難以捉摸 而他也許就像是第四集的開頭故事所說的 曾經是高高在上的彩雲 因為嫉妒而顏色暗淡 從神靈成為惡靈 那接下來我會更深入的解析前面四集囉 還沒看過的朋友就自行斟酌觀看囉 相信看完四集大甲奏 最有疑問也最好奇的角色 應該就是非雲霧之神不可了 看起來這個角色的能力相當的多樣 能夠看透人心與慾望 也會化身為彩雲老師T的占卜 他曾經和風之神對話時說過 我比較好奇的是這是嘎嘎萊亞的旨意 還是你的安排 因為你現在所說的一切 跟我經歷過的時光倒影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聽起來雲霧之神 彷彿是能夠穿越未來與過去 因為經歷過 所以才能以占卜的方式 去告知過去的人未來發生的事情 也許這也是為什麼雲霧在過去 被雨之神稱為惡靈 現在卻被稱為雲霧之神的原因 因為他能穿梭時間 在不久的將來看見雨之神愛上人類 為了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穿越到過去想阻止小天地長大 但卻意外促成了雨之神 成為天地的守護神境 而形成了莫比烏斯環 但這些都只是我的大膽推測 大家可以暫且參考聽一聽就好 其中雲霧之神從矯正斯 帶走珊瑚之神之後 將珊瑚之神放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地方 一旁有位老人正在取花 隨後又拿著香味葵走進一間房間 裡面坐著剛剛那位老人 眼神呆滯 電視機裡甚至放著剛剛那個 神秘的區域的畫面 這個區域也許是這位老人的記憶 雲霧對珊瑚說 這是一個任何神都找不到的地方 雲霧將珊瑚之神放進人類的記憶 當然就沒有神可以找到啊 其中雲霧手上的香日葵 花雨是沉默的愛 更代表著勇敢去追求所愛 我們前四集中看見的雲霧 就宛如香日葵般 第四集開頭可以看見雲霧眼神中 充滿著遺憾的看著雨 看著偶拉做出了有別於時光倒影裡的決定 雲霧的表情仿佛就在說還是發生了 雖然四集裡雲霧看起來像是個反派 但我看見是一個勇敢違反規則與命運 極力去阻止不想發生的未來 用自己的力量去對抗的一個角色 充滿了魅力與矛盾 我覺得這次柯佳燕也演了一個非常適合她的角色 這個角色還有太多謎團 也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你們的見解啦 前面有說到這個故事 目的就在於關懷土地 因此會把許多人們對環境的態度投射在角色 對神靈的態度上面 而我們可以看到第三集當中 當天地被告知說未來只是一片荒沙時 天地卻只是告訴歐拉說 我就是一個普通人而已 你把我想的太了不起了 我沒有想要改變這個世界 像這種幾百年後才會發生的事情 我不覺得我有能力改變什麼 所以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裡其實就是編劇在影射人類對環境的莫不管心 我們每個人都在急急盈盈的專注自己的生活 也時常被新聞提醒冰河融化 全球暖化 北極兄互相殘殺 預計隨著時間過去還是會上漲 會淹沒土地 對於現在處於2021的我們 也許世界末日就如同智慧之神所說的 已經在悄然發生了 但人類卻不自覺認為末日是幾百年後才會發生的事情 但等到那時人類也已經回天法術 所以編劇這裡讓天地展現出 因為自身渺小而只關注自身的態度 去隱喻大部分人類對環境問題的態度 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命題是 選擇 歐拉因為能夠看見時光倒影 所以選擇幫助造物主讓一切造的命運去運行 即使那是一個連他都不希望發生的未來 他也仍然盡心盡力的去完成格格萊亞的安排 歐拉其實也是隱喻著那種 明知道未來可能會發生不好的災難 卻只是接受命運的坐以待斃的那種人 所以可以看到前四集當中 天地拼命的想改變自己的命運 歐拉卻只是想讓天地接受而已 歐拉曾經問格格萊亞 為什麼讓天地看到時光倒影 格格萊亞卻說 你不走我為你走過的路 你自己看著辦吧 會有種看好戲的意思 而第三集的小標是 上帝不知骰子 也許就是在說 格格萊亞其實沒有做任何的安排 一切都只是順應自然的發生 所以也會看到劇中有些角色 會去質疑這真的是格格萊亞的安排嗎? 也許就是因為並沒有所謂的安排 有的其實是每個存在的選擇 而天地拖使歐拉去違背時光倒影的 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而不是遵循格格萊亞的意志 拯救了天地 或該說歐拉只是去扭轉了可能會發生的命運 因為不希望它發生所以做出了改變 這就是我從無神中看見的 關於末日想傳達出的訊息 在不久後的將來 人類會面臨很多環境問題 而如今有許多人和天地一樣 覺得自己很渺小改變不了什麼 也有很多人和歐拉一樣覺得 那就是會發生的事情 那也只能接受啊 但或許沒有人是渺小的 也沒有人是沒有選擇的 也正因為這樣的命題切入 凸顯了雲霧的特殊 雲霧不遵循命運也嘗試改變 嘗試去守護自己的所愛 在這個故事當中真的會有反派嗎 我是抱持懷疑的 雲霧也曾經是神 但是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存在 它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被抹滅啊 人類受到大地的祝福 要如何去意識到問題做出改變 也許是無神在人神殿故事包裝下 真正想傳達的訊息 我和許多人一樣 對台劇經常抱持這懷疑 如果你帶著成劍來看無神 可能很難感受到無神想說到的故事啊 如果你願意多花一點時間 並給予這個劇一點空間發揮 一定會看見遠比你想像中更美好更細膩的情感 四集當中真的一定要稱讚的是 飾演天地奶奶巴奈的柯淑琴 以及飾演天地養母素贞阿姨的皇家謙 比起愛情親情總是更能夠打動我 前四集這兩人幾乎包下了大部分的哭點 他們扮演著用遺憾去愛護女主角的母親的角色 巴奈不希望天地走自己走過的辛苦路 所以把她送走了 素贞阿姨害怕自己做不好 所以始終只讓天地叫自己阿姨 編曲用這兩個角色寫出了他們對孩子未來的期許 與後愛也表現出了沒有了希望那些末日般的未來會發生 無論過了幾年 我們都會希望那些自己的家人 以及他們所愛的孩子可以幸福快樂的活著 而不是被末日給折磨 柯淑琴與皇家謙 都把這個情感複雜 而層次豐富的兩個婉如母親的角色 細膩的詮釋出來了 非常貼近生活與真實 推薦大家去看看這部台劇 《無神之地不下雨》 以上就是我這四集來的解析與整理啦 你有什麼感想或是疑問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是末妮 今天的解析就到這裡 掰掰 掰掰